Hello 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天气之子》这部电影 不停下着大雨的东京 女主角杨菜的母亲 最近病重过世了 在母亲过世前的某天 她从医院看见远处天空 降下一羽阳光 回过城时 她也冲出医院 往那道阳光奔去 来到一栋废弃大楼顶部 也看见阳光 就到这一座鸟居 于是她情不自禁地祈祷起来 以便穿过鸟居 然后她身旁的余滴 竟突然全部停止 还不断往天上冲 下个瞬间 她竟然飞到了广阔的天空中 眼里所见 是云层的顶端有大片绿地 还有鱼在漫游 更神奇的是 除了像水滴的鱼外 还有树条像龙一样的生物 在空中遨游 另一边 16岁的男主角小高 因为受不了乡下家乡的气氛 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 搭船前往向往已久的东京 并在船上认识了一名大叔 龟介 他也隐瞒离家出走的事 骗龟介说 是比较早放下的学生 要去亲戚家玩而已 不过阅历丰富的归介 一眼就看出他说谎 但也很贴心的没有戳破 还给他一张名片 要他需要帮忙的话就联络自己 之后小高到处寻找工作机会 可因为他离家出走 未成年的原因 根本找不到工作 结果钱慢慢花光了 让他只能流落街头 还因为看起来太诡异 被路过的流氓欺负 故意半倒去装垃圾桶 然后他就在整理垃圾时 捡到一个奇怪的包裹 夺到速食店打开一看 竟然是一把手枪啊 但这应该是玩具枪吧 因此他也没多想的 继续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 这时 在速食店打工的杨菜 竟拿了汉堡来给他吃 让他非常惊讶 为什么会帮助他咧 杨菜则笑着说 因为已经看他连续三天 都只喝浓汤当晚餐了嘛 对身体不好啦 善良的举动 温柔的话语 就深深烙进小高心里 他也认为 这是他16年来的人生中 最美味的一顿晚餐了 接着 走投无路的小高 就跑去找归介求救 也因此认识了归介的侄女 夏美 并从归介这 得到一份携手的工作 负责打杂 采访 记录各种超自然话题 再会整成文章报道 放到杂志上 虽然薪水只有1000块 但包吃包住哦 最后的日子 小高就跟夏美一起工作 采访各种各样 超自然人事物 那在采访过程中 他们就听到了 许多关于情侣的消息 像现在是盛夏的八月 天气却异常地 连下了两个月的雨 传言只要情侣祈祷 就能让天气放晴的样子 一天 小高在路上 恰巧看见杨菜 被两个奇怪的大人缠住 对方一直叫杨菜 来去奇怪的店工作 所以他立刻冲上前救援 可对方却轻松把他打趴在地 还问他搞啥啊 是杨菜自己答应要干的好吗 而小高为了脱身 就拿出之前捡到的枪 吓唬对方 没想到当他按下板机后 竟然真的有子弹射出 如此突然的状况 就让坏人吓到无法动弹 杨菜便抓准时机 带着小高一路逃到废弃大楼 并气扑扑骂他 你是为了汉拔的事情罢恩吗 这样制作主张很讨厌耶 刚才的枪又是怎样 居然拿枪对人太差劲了啦 不过谢谢你帮助我 我被打工的地方开除了 需要钱才会答应去奇怪的店工作 然后我看你就知道了 你是离家出走的对吧 难得来东京 却整天下雨呢 来跟我走 带你看个好东西哦 于是杨菜带他到顶楼鸟居前 并说什么 等等马上就会放晴了 一边双手和时祈祷 然后短短一瞬间 天气就正如他所说的放晴了 让小高惊得喊出来 难道他就是传言中的情侣 杨菜带只用笑容回应他 并自我介绍 下个月就满18岁了 还开玩笑 要小高讲话时礼貌点 也很感谢他的挺身而出 以后请多多指教了 另一边 大雨四号没有停止的迹象 其后情况超级异常 人类还发现了 有种很像鱼的透明生物 随雨水从天而降 并且很快就消失无踪 因此许多人开始认为 天空是比海洋更深奥的未知世界 毕竟一朵基于云 就含有一座湖泊的水分 里面有未知的生态系统也不奇怪 这天 小高受到杨菜邀请来他家玩 也因此认识了他的弟弟 那小高就帮他想了个赚钱计划 就是只要付钱 金融能帮你变出晴天哟 很快的 他们就接到第一份工作 要帮市场放晴 让更多人来逛街消费 然后天气就在杨菜认真祈祷下 顺利变成大晴天 还出了大太阳 那这次的成功 也打开了他们的知名度 一堆人慕名来委托他们 就连是不要释放节庆烟火 想要有好天气 也来找他们帮忙 在漫天烟火之下 杨菜就高兴地感谢小高 认为这种能帮助人的工作 真的很开心 而小高嘛 在这些日子里 已经被杨菜深深吸引 情不自禁来上他了 另一边 龟姐跟夏美 找到了有关情侣的情报 其实情侣成为天气巫女 是暗神有关西之人 使命是与神沟通来治疗天气 但自古以来 天气巫女就是个活祭品 是靠牺牲自己来改变天气的 两人便找了个机会 将这事告诉杨菜 同一时间 之前小高开枪的事 被监视器拍了下来 目前警方正在寻找他的下落 接着杨菜的生日快到了 小高就买了个漂亮戒指 想送给他顺便告白 可才要开口 杨菜就突然被一阵风吹起来 好不容易回到地面后 他身体的某些部分 竟然变成透明的 杨菜就告诉小高说 母亲并通过事前 他不断祈祷天气放行 想和母亲再去外面走走 也不知不觉就穿越了鸟居 回过神来 天气已经一片晴朗 或许从那时起 他就与天空联系在一起了 晚上时 警方突然找到杨菜家来 问他认不证是小高 原来 小高的父母已经提出失踪报案 警方才会开始寻找他的下落 警方还告诉杨菜 他和弟弟 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生活 是有问题的 过两天会带得通保护协会的人来 那当亲和弟弟会被拆散的杨菜 就打算要逃离这里 小高便提议 不如三人一起逃吧 于是他们立刻收拾行李去车探搭车 只是同时 天气也变得越来越恐怖 天上突然降下了超级好大雨 还有台风规模的低气压急速行程 温度甚至不断降低 导致所有交通工具全部停摆 所以他们只好离开车站 想去找个旅馆住一晚 可他们未成年又没有身份证 根本没有饭店愿意给他们住 这时 天上竟然降下大雪 剩下的八月 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天气压 小高便因此发现 这片天空 好像与杨菜的心情连接在一起了 惨的是 他们不小心遇到警察领解 那担心杨菜被抓 会跟弟弟分离的小高 就故意捣乱 吸走警察的注意 可警察意外的有用 一下子就把他扑倒了 不然小高受伤的杨菜 就紧张地冲上前推开警察 然后天空就像要回应他心情似的 劈下一道巨雷 哄的炸回台货车引发火灾 让警察无法再理会他们 小高便趁机带两人离开 夺到一间 花大钱就能住的旅馆休息 并逃出戒指送给杨菜 让他高兴得不得了 杨菜则问他 希望这场雨停下来吗 他便点了点头 然后杨菜就脱下衣服 露出半透明的身体 说出天气污女的事 他越是祈祷天晴 身体就越是透明 只要他这个活祭品消失了 就能让异常的气候恢复吧 小高一听 就崩溃地哭了出来 隐约之中 他明白杨菜想要牺牲自己 因此他不断哭求杨菜留下来 并说自己会来东京 就是为了追寻他的光芒 也在光芒中遇见了杨菜 不想就这样失去他 杨菜则笑着说 遇见他后 就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意义 非常感谢他 能遇见他 真的太棒了 然后杨菜为了让天气恢复正常 就趁小高睡着时 向神祈求天晴 随后他的肉体 就瞬间来到了云朵之上 他也忍不住地哭了出来 因为他其实 不想就这样分开 不想就这样消失啊 隔天 发现杨菜不见的小高 就到处寻找他的身影 也想起来 好像在梦中 看见杨菜从鸟具飞到天上去了 这时 找到他们的警方 就跳出来把他们带走 离开旅馆的小高也才发现 天气放晴了 昨晚的豪雨 大雪 就好像梦一样 警方的询问小高 知不知道杨菜的下落 其实啊 他才15岁而已 母亲过世后 应该要受到保护才对 小高一听 就自责自己明明最大 却没有保护好杨菜 也下定决心要拯救他的 趁机甩掉警察 一路冲到废弃大楼 并从鸟具那里 来到了天空的世界 也顺利找到在云上的杨菜 他便大声嘶吼 想要带杨菜回去 杨菜则哭喊着 要是回去了 天气会失控啊 但小高才不在意 管他天气会如何 就算世界从此不再放晴也无所谓 比起蓝天白云 更想要有杨菜陪在身边 天气要失控就失控吧 然后等两人回过神时 就已经倒在了鸟具下方 而天空也瞬间被雾云笼罩 下起了胖沪大雨 从这天起 雨再也没停过 整个东京 逐渐没入雨水之中 最后 小高被警方逮捕 必须回到家乡生活 直到高中毕业前 都得接受保护处分观察 他也再没见过杨菜 但他心里 一直记得那些日子发生的事 也从没忘记过杨菜 所以一毕业 他就立刻回到东京 立刻去见那个 他选择的少女 比起天晴 他更想要有杨菜在的雨天 那其实电影里 还有许多精彩彩蛋 像模布电影的主角来客串之类的 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去瞧瞧 看完后我就在想 如果牺牲你的爱人 就能拯救成世界 你会照做 还是宁愿与世界为敌 也要保护爱人呢